他那个李白的图在页首 哪个页首在home的页首 所以怎么样把李白的照片放过来 上个礼拜讲过 就是第1个 你可以Google一下李白 随便找一张 哪一张 比较ok呢 随便 不过尽量 还是确定 这个有没有智慧才安全 因为你放上去 这有时候会不会 如果他没有分享 他可能会来找你 我随便找这一张好了 OK 那我希望把这一张 放到那个我们的网站里面按右键 另存 另存图片 OK 然后呢 这一张的话呢 我就把它放在桌面上 那名称叫李白 不过特别是也是一样 不要用中文的 打一个LEE算了 李这样就可以了 存档 接下来的话在桌面上 怎么把桌面上的东西 再放过来这边 可以这样缩小一下 我的习惯缩小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张图拖拉 怎么办 没关系 请你看到这上面有个按钮 叫做什么 重新整理 而且重新整理就是F5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很多软体 你要重新整理的话 你就按一下 或按F5 里也出来了 有没有 OK 那我们就把这张图呢 放到我们的 页手 记得哦 放到Home 的页手的位置 然后把它删掉 直接 拖拉这个 过来 按确定 太大张 把它稍微调一下 这个太大了 所以 那个缩放的 点 你可能要找一下 因为它缩放点 它会在右下角 你把它往里面 拖拉 或者你可能要用Photoshop 先把它缩小 或者用小画家 等等的软体 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李白就有了 OK 把它及时一下 李白就出现了 但是 在底下我要一个Netbar 导览列 有没有 四个 然后里面的话 一个Listview 干脆不要业尾 那怎么做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就是在 首页上方放一张图 OK 那后面的话就是导览列 跟Listview 做完之后就可以连结了 主要我们来 做个变化题 至少你要学会 怎么样建立一个网站的 网站 然后 把这个网站里面 该放的页面 放的网页都放进来 然后 最后再丢到那个Fongive网站 可以转换成App 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只要做四个就好了 1234 所以我就把那个李白的1234 这个四个把它复制 那四个怎么样变成一个导览列 OK 所以导览列的话 第一个 还记得导览列怎么做吧 一 我们把它放 这个四个东西 Ctrl C 放哪里呢 放在这张图的下方 所以找到图 点这边一下 Enter 放在这个图的下方 才会是页首 OK 然后二的话呢 请你把刚刚那四个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这边呢 就把它选取之后的话 还记得吧 1234 把它做项目符号 这样子 有没有 项目符号 不过跟各位讲 因为它好像贴上有很多有的没的啦 会 其实应该不会影响 不过 跟之前一样 Delete Enter Delete Enter Delete Enter 你可以顺便看一下 这边的话就长 就是这样子 UL 开始 到UL结束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一串 它背后的程式码 就是长这样子 慢慢的话 我是建议你慢慢习惯 这两边可以看得懂 还有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 就会有什么 像这边有空白 其实呢 如果你看到这边有空白 你干脆把它拿掉算 因为这个空白 基本上应该是多余的 最后长的就像这样 UL到UL LI到LI OK 然后呢 接下来做什么 还记得导览列怎么做吧 一 先把字贴过来 然后变成项目 项目清单 OK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 接下来呢 请你在上方做什么 做一个DIV 所以在UL的上面 这一行 Enter一下 加上什么呢 加上我之前讲了 加上这个就可以了 DIV Netbar 到DIV就可以 这个把它包起来 Ctrl C 干脆我拿这个来 贴 贴哪里呢 贴程式嘛 这个开 开头的位置 OK 特别最后在这里 这边开头 Netbar 这边结尾 DIV 所以干脆你直接拿什么 拿这个来改 这个 结束 这边有一个一样的 拿这个来 放一个在这里 那你可以怎么 Ctrl C Ctrl V 或者 拖拉加 Ctrl键也可以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头了 有一个尾了 OK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把这里面 在下一节 按Tab键 让它换 它的下面 表示说 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所以结构很清楚而已 这个一定要有 这个一定要有 那再来的话你可以怎么 切到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 及时一下 有没有 1234 就出来了 但问题 还有一个 就是说呢 我们这边呢 之前还做什么 可以连结嘛 连结到 Page 1 Page 2 Page 3 所以 我们记得 还要把这边 选起来 做超连结 紧字号 打一个 Page 1 Enter 这边有了 然后这边把它复制好了 这个 这个选起来 特别说一定要选取 然后这边 改成Page 2 Enter 这边一样选取 做一样的动作 我就做四个就好了 OK 然后 第一位评价 Page 4 Enter了 再来的话呢 我就及时看一下 有没有 点有了 有没有 超连结 点它会不会跳过来 有 升屏 back一下 作品 back一下 它会动了 那表示呢 我已经越来越接近那个 我要的结果了 但是呢 还有几个地方 包含什么呢 这个导览列已经有了 可是它还没有图示 还有它没有颜色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待会再看好了 所以最后做完了 其实就长这样子 那我们 其实只有 先做两个步骤 OK 那我再把重点 回顾一下 一 把这四个贴上 变成项目符号 二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上方加DIV Data Raw 等于Nepa 把它结束掉 然后三的话就做超连结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 我把它贴上去 基本上 我把它贴上去 基本上就加一个图 然后呢 再加导览列 四个 做出来就长 像这样 基本上呢 做完之后的话 它应该是可以连结的 可以到生平 然后可以到 那个作品 每一个每一个 都连连看 基本上 只要你那个超连结 没有做错的话 那应该都可以连结 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原始码 里面也有超连结 那也就是哪一个 连哪一个 都是固定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 最后 我们还缺什么 我们希望把它做成 就是有颜色的 图示 还有颜色 所以先做图示好了 因为有生平 作品 风格 跟评价 但是其实它提供给我们 就是这17个 只有这17个 没有别的 如果你要自己变出 不一样的那个 这个叫icon 这个小图示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 做 可是很麻烦 非常的麻烦 啊 怎么办呢 不如我们就是 把它对应一下 看哪一个 生平要用哪一个 比较适合呢 生平 好所以没关系 大概就可以了 生平也许 我们就用 这个好了 information OK 惊叹号 表示说 有一些讯息 OK 那作品的话呢 就是用一个什么 Vid好了 OK 那风格的话呢 风格 风格就star 它跟style很像 OK 评价 评价 评价用哪一个 比较好的 星星吗 星星 用的star alarm alarm 好了 惊叹 好啦就这几个 没没 因为 它图示预设 只有这17个 没别的挑 所以我们怎样 好啊怎么 怎么把图放上去 还记得吧 一游标放在这里 二呢 请你先点击 标签 有没有 这边 三的话 点选 JQ Mobile 找到什么呢 它有个叫Data Icon Data Icon I开头 往下找 Icon Data Icon Icon的话呢 请你找到 那我们第1个 真评的话 Information 比如说我这个 用惊叹号 这个的话呢 作品 我用那个 Grid OK 这个Grid 有个图 然后风格的话呢 也许我用一个star 然后这个评价的话呢 也许我用alarm 许我用这个 这个好了 OK好 那我就做完了 做完我们试一下 特别注意 加图是还记得 1放在这边 2 资料标签 3有个JQ Mobile 要去找到这个 这样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OK呢 来切一下 其实 有没有 这个上面有了 OK 图好像也勉强 至少 不过呢 聊 胜与无 总比完全没有图示 应该来得好 OK 只是说 如果你要变得更漂亮的话 你需要多做一些事情 OK 最后的话还有颜色 颜色怎么变呢 最后记得 我们要切回及时 升平的话 要用哪个颜色呢 其实颜色也不多 就只有五种 我跟各位讲过 黑 应该加个斗点 顿点 黑 蓝 银 银 灰 灰 黄 就这样 OK 所以黑蓝 银灰 黄 那 怎么安排呢 A AB 好吧 反正就 有颜色就好了 现在先 但是未来如果说 你希望有更漂亮的颜色 可不可以改 当然可以改 只是后面有 当然相对的 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因为有点难 OK 然后我们这个颜色的话 那这个怎么改呢 还记得吧 一油标放这里 二 找到什么 Data什么 对 Data Thin 没错 表示真的回去 有认真听讲 才会记得起来 不用特别背了 因为Thin这个 就是等于是他的布景 他的算 布景颜色 A到 E 黑蓝银灰黄 深屏的话呢 用A好了 那 A OK 其实本来就 就是黑 所以你用A 有没有点 其实好像影响不大 这个的话呢 用B 这个的话呢 用C 不过C跟D 好像颜色 蛮接近的 所以呢 评价这个我刚才用E好了 OK 所以 A B C E好了 然后呢 再来 及时看一下 诶 有没有 四个颜色出来了 OK 所以最后的话 我们希望做出这样的 这个东西 这样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记得资料表现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